屏東萬丹香有間貨櫃屋要出租 但是一度電費居然要6塊錢 也讓網友直呼比台北還要貴 因為一般來講呢 其實出租套房都是以獨立電表來計價 全台的行情價差不多是在1度5塊錢左右 那麼屋主呢放上這間貨櫃屋套房 其實是坐落在鄉下的農田間 離大馬路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這樣1度6塊錢的電費被人批評實在是太貴了 好對此呢屋主解釋了 說是首屋打錯這一切都是誤會 全新貨櫃屋冷氣電熱水器 還有一整套基本衛浴已經裝好 室內傢俱還正在準備中 屋主已經網路PO文招租 月租5000元每度6塊錢電費 讓一票網友大喊實在太貴 電費是寫錯了 按5按到旁邊那個6 那個是太小字了 套房出租多是以獨立電表計算 北中南行情差不多都是1度5元 6塊對於租客來說已經是天花板價格 更何況這裡還是屏東萬丹鄉 四周圍全都是農田 鄰居也養雞養鴨 距離最近的大馬路開車還要兩三分鐘 光是電費就比寸土寸金的台北還要貴 還要出租的只有那四間而已 來到萬丹市區這間四五坪大雅房 有雙人床衣櫥還有電視和冷氣 沒有含衛浴一個月租金3500元 大概就是當地行情價 貨櫃屋電費一度6塊飽受批評 屋主已經將訊息下架 是否再度出租還在考慮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